为了表达崇阳节对长辈的敬重 今天在宜兰县童安庙举办的长青食堂 现场呢还有精彩的上菜秀 就让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吧 宜兰县壮围乡的童安庙 供奉110多年历史的北极玄天上帝 童安庙的神威贤鹤香火鼎盛 经常举办宗教信仰跟公益慈善活动 为了表达崇阳敬老帮助弱势 童安庙从2020年10月15号开始 每周一到五免费提供100人的美味中餐 让附近65岁以上的银法族前来品尝 15号上午11点半 宜兰县长林子庙也到现场亲自下厨 为崇阳敬老活动动手制作美食佳肴 林子庙县长也相当肯定跟感谢 童安庙对于社区老人的照顾 以及公益活动的推动 童安庙主委林水晶表示 相当感谢县政府跟各单位的帮忙 以及善心企业的捐款 让这个免费的公餐活动能够持续到年底 尤其要感谢有系统之神之称 同时也是台中市多家企业公司管理顾问的林耿宏先生 提供了大笔的资金跟人力 让这一场公益慈善活动能够顺利进行 主要是我们这个地方 是一个政客所在 一些年轻朋友 都在外面做工探机 做的预期家庭 在广市中到处 都是一些老的人在家 所以吃不便 所以说童安庙为了要照顾这些老头人 所以在童安庙基盘堂金属堂 让我们童安庙有一个吃饭的所在 因为我发现在一些乡下的地方 那有很多的长辈 那因为年轻人出外很辛苦工作 没有时间回来陪老人家 那我就想到我自己的父母亲 也是一样都在乡下 那也都需要有人家照顾 所以我就想说要发起一个善心的一个念头 就希望说我先抛砖引玉 然后赞助的这几个月的一个食堂的费用 让这些乡下老人家可以感受到 我们年轻人虽然在外地打拼 可是他们一样在家乡 还是可以感受到我们年轻人的温暖 为了要体贴长辈朝热气氛 系统之神林耿宏还出动了公司团队的 OL正妹军团 组成童安庙七仙女来到宴席现场 端菜为老人送餐 演出一场美女出菜秀 也让现场变得轻松热闹又温馨 童安庙也强调会持续举办类似的公益慈善活动 照顾偏乡的老人跟弱势 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幸福温暖 记者陈文旭李嘉金王瑞彤宜兰兰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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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